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是看着这个弄堂巷子口啊 似乎在等着什么 突然之间又一个小孩 很开心的冲出来了 追赶着前面那个小孩 这个张伟啊 今天开车回家是约了风水师 看风水的 这个风水大师啊 惊讶的问 你怎么知道后面还有小孩 你停在这里呢 这个张伟就从从间说 小孩子一般都是打打闹闹的 追追杀杀的 光一个人 他不会笑得这么开心的 风水大师翘起了大拇指 嗯 你这个人有心 走到他别墅的后面 突然之间 后院飞起了七八只鸟 见状 张伟停在门口把车 抱歉的冲着大师说 麻烦大师在门口等一会儿 啊 有什么事啊 后院肯定有小孩 在偷我们家的荔枝 摘荔枝啊 偷摘荔枝 如果我们现在进去 小孩自然惊慌 万一掉下来就不好了 张伟笑的说 风水大师默默的片刻 嗯 你这个房子 我看不用看了 这次轮到张伟惊讶了 大师啊 你何出此言呢 有您在的地方 都是风水宝地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吉人自有天象 善人住吉地 慈悲改风水 心中装着别人的安乐 受益的不光是他人 还包括你自己啊 大师啊 大师啊 感谢观看